重點把它拍照放在6-5的網頁截取 台彩,首先第一個我要檢查什麼 因為我要抓的資料是在台彩的官網 官網裡面你會發現我要的東西基本上就是 從威力彩 一直到Bingo Bingo 所以你會發現它就剛好一個一個一個的 這個好像是一個書籤吧 點下去它會一直幫你 這個頭獎的商店沒有要抓 所以會少一個 也就是說第一個你會發現我們要的是從威力彩 一直到這個 總共會有2,4,6,8 11個 OK 接下來的話我可能要先觀察什麼 觀察幾個重點 第一個F12 F12之後的話你可以先點選這個箭頭 那箭頭點下去之後觀察一下 這個地方他跟我講說 這個威力彩 它上面呢 它的那個什麼呢 它的 HTM的標籤是H1 H1剛剛同學問過 H1就標底1的意思 然後點的話它底下有個class 它的class是什麼 FORMS的底線 這個RAID的18 OK 那你會發現這個是它的一個格 它裡面的那個 標籤部分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 你會發現下一個 大樂透也長了一模一樣 下一個呢 你會發現大福產也長一模一樣 所以呢 我就有一個 有一個大概了 就是說它基本上 每一個每一個的標題 都是叫一樣的這個標籤名稱 包含這個也是一樣 可是我要抓的其實 總共這也有12個這個 這個標題 1啦 那我只要抓其中的11個就好 所以可能要扣掉 扣掉一個 第一個我知道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能夠觀察什麼東西呢 再來的話就是它的 外面的部分 那你可以點選它 你會發現 它裡面是LI 在上一層 在外面一層 一個DIV 那裡面的話 這個這個資料是 放在哪裡呢 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呢 它原來是放在一個table 特別漂亮喔 我知道它是一個table 它一個表格 那表格它的class有沒有 它class是什麼 叫tablewin 我就知道tablewin了 OK 所以呢再來的話呢 每一個是不是也都長一樣 其實你可以往下 找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也 這個把它 這個也一樣 也叫tablewin 所以呢也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 總共會有12個標題 那扣掉一個11個 每一個的下面都會有tablewin 那每個tablewin裡面的話 會不會有一樣的東西呢 我要的東西在哪裡呢 特別重要我要的東西是 這個 特別注意喔 這邊有一個那個 中獎號 我要找的其實就是 把這個中獎號碼幫我 搬回來就好了 可是問題這個中獎號碼 放哪裡呢 接下來一樣 用這個箭頭去觀察它 你會發現它是在哪裡呢 這個TD TD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它叫什麼 這個 Event Event裡面的那個 哪一個呢 一個span 在這邊都這麼多span 所以呢 我在TD 底下的Event裡面的話 有一個那個 span 所以我就是抓這一層的下一層的資料 幫我把這個span裡面的所有的文字 通通幫我抓回來 那就可以達到我要的結果 所以底下當然每一個每一個你也可以去觀察一下 這邊一樣嘛 也是TD 一樣也是這個名稱 裡面的話一樣有span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會有一個共通性 當然 這有時候 要把資料抓下來之前 這個是必要的 喔 必要的過程啦 反向工程 對對是啦 因為有東西其實說真的 你如果不會這一這一些觀察的方式 說真的你要 你要再去寫那個爬蟲喔 根本不可能 因為你 你就好像說你今天 網頁上面每一個網頁都長不一樣嘛 那你總不可能說我用同一招可以把 所有的那個網站的資料全部爬下來 不可能啦 因為每一個都不一樣 所以每個都不一樣的話 變成說這裡面 其實 就會有 很大的需求 因為 這種不一樣 反而不容易 被取代 因為有一堆 可能很多人啊 他每天都要去觀察什麼樣的網頁 網頁 他會很需要 所以以後可能會有個工作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幫人 萬用爬蟲程式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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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用爬蟲程式的話 你寫出來不得了 你就賺翻了 以後每個人都跟你買就好了 對不對 目前應該是沒有這種東西啦 可是我想應該會有類似這種 工作會產生 就是說呢 他可以不斷的去 把 需要的東西爬下來 放在database 餵給 其他e sale 或者手機app 就是有點像 應用端 去使用 OK 我想這一定會有 而且 這個可以爬很多 他沒有限制 全世界任何網頁 只要是開放 連的到都可以爬 所以 其實 應用無限 應用無限 而且 這東西其實 最重要 的成本非常低啦 其實說真的 你一台筆電 就可以工作啦 說真的 寫程式 的成本非常低啦 其實應該就沒有成本 主要是你腦袋裡面的東西啦 OK 所以 這種東西 你只要 那首先的話 我們已經知道規則了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怎麼樣 把我們需要的程式寫出來 所以呢 SOP 第一個先把它觀察 觀察完了 所以記得喔 這很重要 F12 對不對 而且這一招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這個箭頭 OK 書上沒有想這樣啦 書上也沒有跟你講F12啦 書上就是跟你講說那裡有東西 你自己去看吧 看到你頭也腦上 右鍵也可以啦 其實右鍵 右鍵就不行了 就慘了 就掛掉了 OK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要把那個 JavaScript關掉才有右鍵 但是我覺得還是麻煩 F12其實就OK了 那我們知道這個 原理原則之後接下來 就是把那個上個禮拜的 Import Request 這個固定範本嘛 上禮拜有的 然後呢 From BS4 Import Beautiful Swoop 這個都固定的 再來呢 用Request 把Get 那個哪一個呢 這個網站 所以把那個 剛剛的這個網址 直接把這個網址 複製一下 貼到我們 Request Get 把它貼上 這個網址就給他了 好啊他就 幫我Get回來 就是HTML 裡面的原始碼 那我把它裡面原始碼 記得喔 編碼方式 要YouTube 8 然後呢 用Beautiful Swoop 這個其實你會發現 前面這一段都一模一樣 跟上個禮拜 所以你把上禮拜貼過來 就OK了 然後呢 會產生一個 這個物件 就是 那個SP的物件 Beautiful Swoop 幫你把它爬過來的東西 那我們呢 可以利用這個SP做什麼呢 幫我去找 第一個 我要找什麼 我要找那個標題 因為我將來要顯示的 就是 把這個標題先幫我找到 那標題放哪裡呢 標題的話呢 剛好就放在 我們剛剛 講的 就是 用那個 我們 點選的方式 所以標題怎麼全部找到 點他嘛 這個找到了 所以他放在那個 H1 點 那個 Find Read 18 所以呢 這邊的話呢 我就直接把什麼呢 把這兩個東西 放在這裡 標籤 跟他的那個 Class 放過來 那幫我把它全部找到 Find 放在 dbe 不過特別注意喔 我剛好講到 總共裡面會有12個標題 最後那個不要 所以你可能 Find 之後可能要把最後那個 扣掉 那再來的話呢 要抓什麼 再來抓 開出來的 順序 那號碼我要怎麼去抓呢 我剛剛有觀察到了喔 Table 有沒有 這個就是 Table裡面的 有一個叫 Table Win 有沒有 所以這兩個東西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東西 Table Win 所以 慢慢要習慣 那個箭頭 你可能要 移動慢一點的 而且你去觀察它 它的層次一定是 這個外面是一個 Table 你不要點到外面 外面是一個LI LI是項目符號 所以你可能找 往裡面再找 這個 OK 移動可能要慢一點 因為有時候 你移動太快 他可能點不到你要的東西 然後再確定 它的陰影是不是 你要的範圍 確定OK了 那這個就是我要的 所以你就有點像 一個蘿蔔的坑 填上去 Table Table Win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Table Table Win 填上去了 這個就是我要的表格內容 好 接下來呢 他回 因為是Find All 所以他回來的東西 一定會是一個什麼 一定會是一個List 所以你回來的東西 一定會是一個List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 會可能 威力踩 豆點 可能大樂透 豆點 一個一個 有沒有 那一個List 如果你要把一個個 抓出來的話 這後面你就必須 跑一個回圈嘛 把裡面的東西 一個一個把他抓出來 就後面東西你可能也會寫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那可能 跑出來的東西 會不知道該怎麼放 所以後面這一段 也是一個重點 那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說我要先知道一下 我抓到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我要的話 你可以print它 print什麼 這個先print出來看好了 Data 1 看裡面是我要的標題 喔 沒錯 這些東西 但是問題呢 它會 是一個List 而且會把標 簽什麼東西都給你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了 就你可以 後面加個點 點 不過我抓第一個 抓第一個的話 是0 點test 它裡面的什麼文字資料呢 幫我列出來 目前只有列出第一個 你會發現 這邊會出些什麼 威力踩 那威力踩 前後都有這些 這些東西怎麼辦 上個禮拜有講過嘛 你可以strip 你可以strip 把那個strip之後的話呢 前後的東西呢 就不見了 把它strip掉 那威力踩一個 可是如果你要很多個的話 那其實 還記得吧 就是這邊的話 你可以 跑一個for回圈 for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假設n 或者是你如果全部都要抓 沒有 不是要全部抓 forn 再in 什麼呢 in那個range 這個 可能要熟悉喔 那從第幾個呢 這邊打 raeng range 第0個 到 總長度 l en 然後呢 我就把那個 這個放進來 但是其實最後一個不要 所以把它簡易也可以 最後那個我不要 然後呢 這邊加一個冒號 並且把它print了出來 print了它 這邊把它改成n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我要的這個 前面的大標題全部幫我print了出來 有沒有 這邊就出來了 從威力踩 然後 2 4 6 8 9 9個為什麼 少 這種 啊 這應該data1才對 data1-1 裡面的話 36 39 所以我看一下 最後是不是我要 Bingo Bingo怎麼少一個 總長度-1 所以它總共total 它是不是 少一個 OK 那如果說 等一下再看一下 如果說我要全部的話 應該到Bingo Bingo 這邊要多一個 -1 也就是我如果今天希望 第一步先把標題先列出來 第二個的話呢 再幫我把那個後面的東西 在串在後面 結果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沒錯,因為這個地方剛好那個最下面應該不是賓購,應該是396核彩 所以剛剛那個沒有問題 所以第一步的話就是把我們那個標題部分先列出來 第二步的話就是再把那個我需要的重獎號碼列在那個標題的後面 這樣如果我可以把所有東西都把它列在後面,這樣這個就OK了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其實並沒有很複雜 你要學會如何去觀察那個HTML標籤加它的class 一定會有HTML標籤,class如果沒有,你可能就是要不就往上一層 要不就是再去用標籤裡面再去找標籤 把所有需要的東西全部抓下來,試一下